美國蘋果公司已將《紐約時報》應用程式從中國區應用商店下架 《紐約時報》星期四報導說 蘋果在去年12月23日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 同時下架了《紐約時報》的英語及中文應用程式 《蘋果》聲稱這些應用是違反了中國的法規 《紐約時報》發言人麥菲表示 公司已要求蘋果重新考慮這項決定 麥菲表示這是中國當局阻止中國讀者 讀到《紐約時報》對中國獨立報導的企圖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《紐約時報》的報導指出 該報的中文應用程式由於採用了一種不同的文章檢索方式 中國政府似乎到目前為止仍無法阻止它 此外已經下載過《紐約時報》軟件的人應該不受影響 而持有中國大陸以外信用卡帳單地址的人 亦都可以在香港、台灣等其他地區的應用商店下載 蘋果同時還保留了《金融時報》 以及《華爾街日報》等其他國際出版物的應用程式 在中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下 去年4月蘋果還關閉了剛剛進入中國半年的書籍 以及電影遭受的iBooks商店 以及iTunes服務 《華爾街日報》 資產 besar